教授好 我們今天主做的是熱帶石蟲植物養殖蝦 我們要做的原因是因為四年級的老師喜歡種一些植物 有一次我們試著種熱帶石蟲植物 但是一直不成功 因為他喜歡痛風潮濕的環境 然後我們在討論時被一個六年級的姐姐聽到 他要說要帶我們做一個養殖蝦 然後我們養殖蝦的調料油 溫濕度感測器 照物精 然後保麗龍香 然後Arduino板 寄電器 還有風扇 然後保麗龍香 還有藥克力 前面有提到說 熱帶石蟲植物他喜歡通風跟潮溼的環境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照物機 照物機來提高整個室內 整個室...就是這個箱子裡面的濕度 然後呢 如果他濕度太高我們會怕他的燈會爛掉 所以呢我們就設定在濕度90度以上的時候 然後關閉這個照物機 然後50度以上 89度以下的時候 我們就是開照物機 然後我們的風扇是低速運轉 然後可是這樣子我們遇到一個程式打架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設定說 三十... 三十... 二十... 二十七度... 我本來是設定三十六度以上 要開啟這個風扇 可是我們後來上網查 發現他是喜歡二十到二十七度 二十度到二十七度的環境 然後三十度以上 反而會讓他死掉 所以我們就改成二十七度 可是二十七度以上 然後開以下二十六度以下要關 這樣層次會打架 所以呢 我們就設定是 如果是濕度高等於五十或是低於五十 並且溫度也要低於二十七度的時候 才關掉排風扇 然後我們也有加這個 光束煤 那光束煤它是可以吸引蚊子 因為它可以散發二氧化碳還有水分 然後蚊子就會靠近 我們旁邊要用壓扣立板的原因是因為 要用這個光來吸引昆蟲進去 尤其是蚊子 因為我們上網查到的是 我們是種毛磚台 然後毛磚台它喜歡吃蚊子 因為它本身就小小的 它也沒辦法吃比較大的昆蟲 所以蚊子對它來講是蠻適合的 我們要分享大概 30分08秒 OK 這個 這個洞是讓蚊子進去的 這個洞是讓蚊子進去的 因為我們是用斜斜的 讓它很容易進去 然後很難出來 斜斜的 斜斜的 對它可以進去 看到了看到了 然後我們這個風扇有加沙網 然後也是要讓它 不要讓昆蟲飛出去 OK 那你們有沒有試過 就是說裡面造物器 已經在動 為什麼一定要風扇 因為如果像就是風扇要抽風出去 我們有要讓它降低溫度 也可以讓它降低濕度 就是濕度 我們是設計90以上 然後100以下 就要開那個風扇 濕度在90 以上的話就要開 風扇把濕氣抽出去這樣子 OK 那造物的時候風扇是不開的 如果是50度到90度的 50%到90%的話 我們風扇是開濕度 然後90以上是開高速 那一定要50到90之間 濕度在這合理的範圍 一定要開風 為什麼要開低速 不開它濕度會均勻嗎 我們是要讓它那個衝鬆 是要讓它衝鬆 不是要讓濕度均勻 對 OK 那這個 程式是誰寫的 你寫的 你們兩位幫忙哪個部分 我們兩個都是幫忙接線啊 然後會照顧植物 然後每天都會測量 那個植物的問題 對 OK 那光觸媒是一個LED燈還是怎樣 LED燈 OK OK